但是上帝都知道 你还是有希望的 跟你旁边讲 你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你 假如我们遇到风暴雨 暴风雨 便站立不住 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主使用 如果当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情 都陷入困境 我们属灵生命 就土崩我解 那么我们对主真的是没有用处了 如果在那个时候 我们放弃了 那么我们对主来说 也没有毫无的价值 所以兄弟妹 你将来是否对主有没有用 完全依赖或者依靠你 现在对主有没有一颗 自着的爱 这个爱是不会半途而废 退缩去 我常常讲 福建话有一句话 忙提起 提起吃清智 但是我鼓励你 你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提起 你可以自着的 那就是深深的爱主 当你深深的爱主的时候 绝对没有吃亏的 因为主一定回报你的爱 主一定回应你对他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 爱啊 兄姐妹 绝对不会在 sorry 我忘记按了 OK 啊 是 OK 接下来 爱绝不会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 才能够体现出来的 这就是主为什么一次 两次回头来问 回头说 你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你看耶稣回应说 你爱我吗 然后彼得回应之后 说你来跟从我 意思是 耶稣要跟彼得讲一句话说 你不要看别的东西 你就单单的来跟从我 不是你有给我多少时间 你做多少事情 而是你来跟从我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艰难试验当中过了头 现在你来跟从我 爱不是意味着 你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 过着基督徒的名 去教会 去承担基督徒的工作等等 对主的爱 也不只是这一些 主说你爱我吗 他用的词 耶稣用的词 你爱我吗 跟彼得说 主我爱你 这个爱啊 两个词 虽然都是爱 但是都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当耶稣问 你爱我吗 他在问 你的爱是什么的质量 什么quality 什么内容 你爱我吗 主首先发出一个爱的挑战 接着向彼得体验 爱的表现 然后 耶稣三次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这两句话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的羊 我的 不是别人的 爱的对象 不只是侍奉 也不是工作的本身 我们可以爱讲道 爱工作 爱沉迷于 侍奉神 但我们也可以爱基督教的系统 爱基督教的组织 爱基督教的活动 可是 我们可能在这个里面 我们找到很大的满足 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这些都不是爱的对象 爱的对象是应该主 主耶稣